早晨,歡迎大家回來 Alang with Tom Lee的一字值千金 又是廣東話粵語的大合集第29輯 包括俗語、潮語、隔語、詩詞、里語、針語、揭後語和歌謠 如果大家還未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鈴鐺和鈴鐺 我們現在開始講秘笈 首先跟大家講一個食語打草驚蛇 在草裡有一條蛇 打草驚蛇是兵法三十六計裏的第十三計 是比喻行事不夠機密走漏了風聲 被敵人之一方有所察覺 預先加以防備 兵法的計劃便失敗 其實有另一個想法 就是故意打草 等一條蛇害怕然後走出來 跟著我們才有機會捉到一條蛇 因為這條蛇本身是黎默得保密 所以也是兵法裏面的其中一個方法 是將敵人驚動讓他引出來 然後擊敗敵人的 成語的典故 在唐朝有一個人叫做黃老 他在衙門做官 在那個時候他經常受賄 不遵守規則也不遵守法律 有一天有一個人遞了一張訟紙 那張訟紙是撞告黃老的下屬為法 接受賄賂 黃老一看到這張訟紙 就非常之害怕 他怕的不是他的下屬 有貪污 他怕的是自己 是不是被人發現了 貪污呢 而將訟紙 其實不是說他的下屬 而是說他自己 黃老越看就越害怕 都忘記了訟紙要怎樣去批 他居然在訟紙上寫了八個大詞 就是與衰打草 吾以驚蛇 意思就是說你的目的 雖然為了打地上的草 但是已經驚動了我這條 躲在草叢之中的蛇 可以被大大地嚇到一條 而我受到京方有所防備 亦都有機會是走出草叢 而被你去捉住的 後來大家就根據這一句 與衰打草不以驚蛇 引申為今天我們所說的打草驚蛇 我們看看這些例句 這次的國際刑警 圍捕的行動 雖然很緊密很周長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在哪裡洩漏了風聲 可能有炎仔 真是已經打草驚蛇 令到歹徒有所防範 圍捕行動終於是宣告失敗 第二個和大家分享的成語 就是杯弓蛇影 在一隻杯裡面 水裡面的倒影 就見到一條蛇 杯弓蛇影 是中國正史進書 樂廣傳所記載的一段故事 後來就成為了成語 它的用途用來比喻 有些人總是疑神疑鬼 可能他做了壞事 把一些不真實的情景 就當作真的 形成了一個恐懼 就是等於在一杯上面 水的倒影 明明是一把弓的倒影 他就當作是一條蛇 就很害怕了 《晉書》樂廣篇裡面 就聚述了 樂廣是晉朝的名士 畏居權重 常常都宴客 但有一名朋友 久別都不來 那個朋友就派人下來跟他說 早前成蒙赤酒 正欲喝下 看見杯中有蛇感到狠噁心 喝了後就病了狠狗 事後才知道所謂的蛇影 只是角公上高拍到杯裡的影子 有人才可以釋懷 此後公蛇就成為了文人 雅是形容沒有事實的根據 所作出的恐懼 在《浮生六記》裡面的 《歸房記落》 《一燈魚斗》 《羅障低垂》 《攻影杯蛇》 《精神未定》 在元朝的謝英芳也有一首詩詞 就寫 《酒杯以便攻蛇誤》 《若干無爐》 《肉套障》 也都是用了弓箭和蛇 來作為師的引用 再看一個我們時常聽到的成語 掩耳道靈 這是一個中也就是一個靈 有些人就讀N音 靈 有些人讀L音 靈 掩耳道靈原來是道中掩耳 變化出來的 通常是比喻一些人自欺欺人 在《女士春秋》字枝裡面的語言故事 原文為道中 後來就演變成為道靈 故事是從前有一個蠢人 看見一家大門口掛著一個鈴鐺 他就在想 我怎樣才可以偷走這個靈 因為他知道這個門靈 當我們去拿它的時候 他就會當當響 就會被人發現 所以他一直在想辦法 結果他想到一個方法 他就對自己說 如果我把自己的耳朵染住了 然後才去偷這個門靈 我聽不到門靈的聲音 別人就是聽不到門靈的聲音 於是他就用這個計劃去偷取這個門靈 當他抽取這個門靈的時候 這個門靈當然是響起了 而門靈的家主人就立即發覺 然後把他抓住送往官府 因為別人的耳朵 並沒有被他染住 他染住的只不過是自己的耳朵 所以他以為 染住了自己的耳朵 別人的耳朵 就會聽不到門靈的聲音 這個就是自欺欺人的一個故事 其實《女士春秋》裏面的自知 並不是這樣說的 我們看回原文 原文就是 如果我們翻譯白話 就是記述了春秋時期 進國六卿凡事被滅 百姓都跑到凡事的家中去搶東西 有人拿了一個鐘 但是鐘太大了 是沒有辦法背著鐘去走 於是就拿個錘子去鑿爛那個鐘 結果那個鐘就發出了巨大的聲響 這個人擔心如果這個聲響被其他人聽到 其他人就會走來搶一份 於是就掩置自己的耳朵 繼續去鑿這個鐘 現時我們的例子會有 你以為用這種手法去行騙 便可以瞞天過海嗎 其實這只是掩耳道靈的自欺欺人而已 第二個例子 你別以為自己很聰明 可以掩飾所做的壞事 將行賄得來的錢 去買了一間大屋 人家就不知道你行賄受賄嗎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掩耳道靈的方法 自欺欺人也 最後跟大家講一個傑後語就是白鴿眼 我們見到一隻白鴿 白鴿其實是來自始祖野鴿 懸鴿是鳥類之中屬於中等的體型 通常的顏色都是石板灰色 頸部和胸部的羽毛都具有月木 而且有金屬的光澤 常隨觀察角度的變化 而顯示出綠色或者藍色 甚至乎是紫色的顏色變化 翼上高和尾端都各自具有一條黑色的橫紋 尾部的黑色橫紋是比較寬的 而尾上高的腹羽是白色的 但是無論我們見到一隻灰色或者白色的甲 我們都叫他做白鴿的 這個是白鴿眼 我們看看什麼叫白鴿眼 白鴿眼是廣東人用來形容一些人過於勢力 看不起人 有兩種說法 是根據說以前有人相信 如果一家門口輕旺 白鴿就會主動飛過來 在那家裡停留 因為有食物 如果那家人衰落 白鴿沒有食物之下就會飛走了 白鴿是相當小的 你有食物就來 你沒有食物就走 第二個說法 由於白鴿眼是長得比較高的 直接在額頭的上面 很多時候好像只是向上望 所以是看不到下面的人 意思是看不到社會低下階層的人 也就是一些細膩的人 看不起低下的人 我們叫做白鴿眼 我們看看故事 公司老闆最近請了一位 新來的女秘書小姐 她姓白丹明 叫做眼 所以人家叫她白眼小姐 白眼小姐生得不算太漂亮 但是皮膚有如其名 都是說說白白的 而公司有位男同事 她姓黑丹明 一個柴 黑柴先生因為長期都忙於工作 很久都見不到女色 所以喉嚨就因為生理反應 而起了痰 這位黑柴男同事 就向白眼女秘書獻恩勤 初初的時候都沒有什麼 但後來白眼女秘書 就以極高傲的姿態 不理不睬這位黑柴先生 白眼女秘書就嫌這位黑柴同事 職位比較低 趁她不起 這樣我們就稱為白鴿明 好了 今天的廣東話粵語 脆語脆文 就講到這裡 Adio Asta Vista